八半就要燒金纸却也燒出浓烟 为了降低空气污染 高雄市环保局推动以供代金方案 所谓的以供代金就是把原来要买金纸的钱 捐给需要帮助的弱势团体 这个方案从民国92年起跑 15年下来的成果今年度截至9月底为止 捐款金额已经超过200万 等于可以买24公吨的金纸 跌起来的高度相当于52栋的85大楼 而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可以减少467公斤 那么就如果这467公斤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1.5万吨的树 一天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同样是为环境努力 高雄市桥头地检署在屋顶建置高效能太阳能光电系统 完成394.12千瓦 是768公斤的二氧化碳的减排排放量 那换存一年直批的部分的话 约莫是14762颗树 以台电的太阳光电顿购率 已经从最高时期的每度12元 下降到目前的4.8到6.4元之间 借由太阳能光电的装设 不仅可以获得实际利益 还能节能省电创造不一样的价值 杨广新闻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广新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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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